这个年半的老人明明儿女双全,却独自一人居住在家中 桃子已经75岁了,自从送走王夫之后,他独自承担起赋予儿女的责任 又过了很多年之后,一双儿女也相继成家,只有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居住 桃子虽然习惯了这样孤单的生活,内心却总是渴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 每天这样想着,他的身边果然出现了奇怪的人 三人每次出现都会带来换身笑语 虽然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桃子的生活总算是热闹了起来 原本冰冷的房间里,注入了热气腾腾的新鲜气息 他深深迷恋着这份难得的喧闹 然而回归现实后,孤独依旧充斥在他的生活中 老年人的一天几乎无事可做 桃子每天起床后,都会雷达不动为自己做一份早餐 随后照常打开电视收听新闻 新闻结束后,就到了桃子的服药时间 他早已习惯了多年的独居生活 桃子完全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突然出现的三个小人让他感到困扰 他只能来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不知等待了多久 护士口中终于叫出他的名字 医生和他已经很熟悉了 医生也解决不了他的困惑 桃子独自一人回到家里 三个小人依旧陪他谈天说地 汽车推销员又一次来家里拜访 他的目的就是让桃子租车完成业绩 销售人员的话让年迈老人很是感动 虽然心里明明知道这只是推销手段 独居多年的桃子还是难以抵抗 他含心如苦将儿女抚养长大 如今却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边 老年人的一天总是显得很漫长 桃子只能去社区图书馆打发时间 相比较于其他的老年人 他显得有些轻微涉恐 桃子对老年人的社团活动不感兴趣 他只想在图书馆里安静地阅读 充满奥秘的地理知识是他的最爱 一天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三个小人依旧跟随在他的身边 桃子只能默默背诵地球纪念 过去的时光就像泛黄的旧相片 虽然画面已经褪色 曾发生的事情却依然鲜活 丈夫匆匆赶来为他驱逐蟑螂 如今时过境迁 桃子再也不是被蟑螂吓得尖叫的女孩了 信仰展现出温柔的神情 他知道晚饭时间又要到了 三个小人又一次来陪他聊天 桃子默默背诵起地球纪念 这一操作果然成功把他们赶走 去世多年的奶奶突然出现 小时候的桃子对年迈的奶奶很抵触 如今她也变成了白发脏脏的模样 年少时的那枚子弹 不知不觉中跨越了70年的光阴 岁月呼啸 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桃子的眉心 人要如何坦然地面对衰老 桃子对奶奶说出了那句迟来的抱歉 年少的时候 她并不知道老年人的寂寞 如今这份遗憾终于随风消散 生活依旧如往日一样无趣 只是偶尔青春的回忆会涌上心头 那时桃子还是一个青涩的少女 她即将在长辈的安排下 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 难道甘心就这样度过一生吗 桃子一遍遍问自己 最终她选择逃离所谓的宿命 对于桃子来讲 东京是个陌生又繁华的城市 所幸她并不是孤身一人 不仅拥有了知心的好友 还遇到了携手一生的男人 青春一去不复返 现实生活依旧冰冷残酷 她独自一人度过75岁的生日 养儿真的能防老吗 这个独居老人的故事给出了她的答案 陶子被父亲居民投诉 她家的树木枝干影响到了道路 可她年龄太大没办法处理 只能拜托警员帮忙 陶子一生孕育了一双儿女 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 从此之后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她只能笑着说就当没有这个孩子 虽然和女儿还有联系 但是她也并不经常来家里探望 女儿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钱 她借口外孙女需要报一个绘画班 实际上陶子并没有多少积蓄 这让女儿感到很生气 陶子无法解释 只能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严谨目的已经达到 她瞬间换上一副开心的面孔 曾经乖巧可爱的孩子们 如今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呢 这让陶子感到很苦恼 苦闷之后生活还是要继续 陶子收拾好自己的情绪 她太久没有好好感受她自然了 似乎是眼前的生活太过寂寞 陶子回忆起曾经的快乐生活 那时候她的孩子们 依旧天真无邪 去世的丈夫又一次回到身边 她是如此的年轻幽默 两人回忆着多年来的经历 几十年的时光如水流淌 曾失去的爱人 又一次以回忆里 最美好的模样出现 不知不觉中 陶子回忆起自己的陡年 那时候她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可惜每个人都只能陪伴她走一段路 父母 丈夫 儿女 如今孤身一人的陶子 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好好生活 她会一步一个脚印 走完人生最后的旅途 这或许就是上天给她最好的礼物